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刘悦梅主任医师,干男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,儿科主任 怎么治疗手足口病? 手足口病的治疗,最最关键的就是两点 一个是体温,一个是泡疹 关注宝宝的体温变化 不超过38.5摄氏度时,可以用物理降温 超过39摄氏度就要用药物降温了 要注意观察,发现宝宝精神不好时,立即就医 宝宝身上刚长疹子时,可以涂颅根时喜剂 并及时为小朋友修剪指甲,以免抓破泡疹 如果泡疹破了,就要改涂消毒液,防止感染 口腔内的泡疹容易破损,形成溃疡,还疼得厉害 可以往宝宝的小嘴里喷点物状消炎药,让溃疡早点回复 饮食以牛奶、蛋糕、肉米等流制或半流制食物为主 为了减少对溃疡的刺激,吸管是个不错的选择哟 深毒是个宝,尝看身体好